UBE全名叫做 雙孔微創 内视镜椎盘切除手术 这个手术最初是由韩国研发出来的 其实它已经研发了大约20年了 但经过了多年的改良之后 其实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也慢慢开始推广至日本 欧美等的地方 而香港也可以逐步引入这个技术 而UBE可以做到什么呢 其实大部分腰椎的痛症毛病都可以处理到 最常的问题就是 例如椎间盘突出引致的左股神经痛 又或者是年纪大的长者 他们老化了 腰骨有骨齿 压着神经线 形成了腰管狹窄的毛病 导致他们有脚臂 走得不久 脚痛症状 都可以透过UBE的技术 帮助他们处理 霜孔内视颈椎盘接触手术 顾名思义就是有霜孔 即有两个霜孔 一个霜孔大约是5mm 用来放置内窥镜 然后在腰骨内放置内窥镜 而透过内窥镜 可以把影像放大了十多倍 令整个画面更清楚 除此之外 内窥镜也有另一个管道 给生理盐水打入腰骨里面 令到透过水 可以沾开空间 给我们全能手术 而另一个伤口 可以放置另一些手术仪器 包括骨磨 可以将脊椎里面的骨头磨走 另外也有一些仪器 就是射频 可以帮我们做止血的作用 减低流血 另外也会有一些手术钳 可以放进去 将椎间盘 或者软道积 拿走 从而松解神经线 腰管狭窄是一个脑袋毛病 年轻大了之后 或者骨刺增生 有机会压住神经线 一般保守治疗的方法 可以透过食药 或者做物理治疗 但是因为始终持续压住神经线 所以通常效果会十分理想 要一个彻底的治疗方法 就需要透过手术 而传统的手术 我们叫开放式的手术 就需要开大一点的伤口去处理 大约3-4cm 将肌肉完全拨开 分离之后 将部分的骨头拿走 然后再将多余的骨刺拿走 这个做法其实效果很理想 但伤口会比较大一点 流血量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因为肌肉完全和骨头分离之后 对肌肉的创伤会比较大 所以术后的腰痛可能会比较多 如果手术流血量多一点 风险和病发症也会随之而增加 至于和其他微创手术的比较 例如单孔的内视镜 对肌肉的手术来比较 单孔的帽子就是 镜头和你放的手术热器 在同一个管道里进行 变相地 靈活性就受到限制 即是你看看的方向 和你放的热器的方向 一定要一致 如果透过双孔的话 就可以增加了靈活度 使手术方面更加容易完成 和做到的范围会更加宽阔 手术自然一定有它的风险 基本风险 手术流血、发炎、创伤神经症 伏险也一样会有 但因为透过刚才说的原因 这些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 述后的痛楚会少了很多 因为伤口小了很多 所以一般病人 最快可以当晚出院 甚至是第二天已经回家了